由于古代人和现代人生活环境的不同 所以古今文化会有差异 但是许多俗语今天仍然很有用 对后人依然有启发 俗语付不住大屋 穷步行远路 后二句更是绝妙 老祖宗的忠告 一付不住大屋 先来说说付不住大屋 付不住大屋 之所以有这种说法 是因为古代人都比较相信 房屋内人气的说法 如果屋大人少 那么居住的人身体就发虚 容易引发疾病 所以人们常说是屋大人少切莫住 付不住大屋对国人来说 房子承载了太多的情感 在很多人看来 房子是一个家 所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在 人们都非常看重房子 如今年轻人结婚时 房子就成了必要的条件 我们常说等自己有钱了 一定要买一幢大房子住 这所房子要又大又舒适 而且显得自己很有钱 在古人看来 为什么付了不住在大房子里呢 这句俗语有什么特别的 房屋的建造和使用 在古人看来 与一个人的风水相互依存 俗语中的屋指的是卧室 卧室太大很容易让人觉得空荡荡的 就算是条件富裕的人家 卧室的面积也只需要合适就好 如果卧室太大的话 会导致人气太过冷清 人气冷清的结果就是英气的道观 古人非常关心风水 尤其是富人 他们认为卧房太大 没有人气 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和心理状态 在一些老人看来 房子面积宽阔是好事 但是卧室的面积却最好不要太大 毕竟卧室就是用来休息和睡觉的地方 适中的卧室 让处在其中的人们 感觉很安全很踏实 二穷步行远路 至于穷步行远路就更加简单了 现代人的交通方式已经非常便捷 千里之遥也不过就是几个小时 人们对于出远门行远路 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 这句俗语在现在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在古代 出远门行远路 那确实还是一件很让人痛苦的事情 一方面舟车劳顿的到处奔波 会让人身体吃不消 另一方面又容易遇到各种意外 而且还容易水土不服生病 在过去 我们都知道交通不方便 出远门也很不方便 尤其是在贫困的时候 不适合走很远 首先他们需要很多钱才能出去 这对穷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比起家里 在外面过日子要困难得多 尤其是置身在外的人 要是在外面遇到麻烦或者病痛 可能都找不到认识的人帮忙 再加上身上没有钱 实在是寸步难行 尤其是穷苦人家 坐不起马车徒不赶路 如果遇到了战乱的年代 落草为寇的人不计其数 别说走夜路不安全 就算是白天走路 也容易遭受非来横祸 而如果遇到匪徒 自己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 所以在古人眼里 在穷困的时候 适不适合远行的 在家里至少吃穿不成问题 即便是遇到什么困难 还有周围的邻居朋友 帮忙渡过难关 这两句俗于理的道理 想必大家都看懂了 后两句话更为精妙 老不谢残经 少不时撞火 这两句就稍微难一点 我们慢慢来分析 三老不谢残经 这句话中的谢纸消耗 亏损之意 精止精气精神 残经指的是人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身体各方面都在衰退 身体走下坡路 这个时候人的精气神 也存在着不足或亏虚状态 有的时候想做一些事 但到了老年以后 也往往力不从心 所以对这句话的理解 就是提醒人们在年老了以后 应该是一样偏年的年龄 就不要耗费过多的精气神 不但包括夫妻生活中 所耗费的精气 过多的耗费 容易使人过快的衰老 也包括精神方面 比如对子女的工作 子女的生活 甚至包括对孙子 孙女的学习成绩 兴趣爱好等过度的操心 都会耗费自己的精力 让老年人身心俱疲 年龄大了 辛苦了大半辈子 该放手就要懂得放手 毕竟儿孙自有儿孙福 阴贤庭信步 笑看云卷云书 否则真的到了 老谢残精 人穷受尽的时候 为时已晚 老人尽量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不要做超过身体承受范围的事 心态也要放宽 要做到乐观豁达 不要过多为子女的工作 生活耗费自己的精神 好好守住体内残精 这样才可以一养天年 四少不食壮火 这句话中的壮火 指的是一种使人亢奋的病理之火 壮火能损耗人体正气 言外之意只带那些 能消耗人体正气的食物 这句话是从饮食方面 对年轻人的养生忠告 指的是年轻人身强力壮 是人生中的大好时光 阳气也是一生中最为旺盛的时机 这个时候在饮食方面 不适合吃容易消耗 人体正气的大补食物 古人讲阴阳平衡 越满则亏物极必反 年轻人阳气族 吃这些补益的食物 对身体健康有损无益 所以在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 家家户户对于吃饱穿暖 已经不在话下 人们开始注重讲究生活品质了 但是年轻人对于猪如恶骄 冬虫下草 燕窝海参等等 这样的补品 如果非特殊情况 不要轻易使用 否则食补不成反伤身 这里面包含着物极必反 越满则亏的道理 但是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做父母的却不懂得这道理 生怕孩子身体有亏 想尽方法给孩子补充能量 尤其当孩子面临重要考试时 不光大鱼大肉进补 还会去买些营养保健品让孩子吃 这对孩子其实并不见得是好处 反而会消耗孩子体内正气 可谓是火上浇油的一种做法 身体健康没有好处 在补身体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其中的分寸 这样才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老祖宗的养生之道就是如此 它虽然简单 却是蕴含了很深的道理 中医讲究一个平衡 体内阴阳平衡 则身体健康 如果阳气过剩 对身体来说也是种伤害 所以不可进补太多 这句话不仅在古代很有道理 就是放在现代来看 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总之 俗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是老一辈人 给我们后辈留下来的 是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们有时候不妨也多解读俗语 或许对我们的生活 也有一定的帮助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